现在呢我们的鞋底已经勾好了 勾好之后呢我们来勾鞋身的部分 现在我这个做的是零至三个月的 然后我就用了单层毛线底 我们下面来讲这个鞋身的勾法 这个鞋身呢我们 我们这个鞋底勾好之后直接给它引拔 不用断线直接引拔 引拔好之后呢我们立三个辫子针 一二三 立好三个辫子针之后 然后我们开始挑一边的辫子 挑一边的辫子开始勾 我们绕线 绕线然后在这个引拔针 这个洞里面同一针里面穿针进去 挑后面的这根线 看一下我们现在这个辫子上 这个这个侧面的辫子 这个是两针的是吧 左边这边前面一针后面一针 然后我们现在挑的就只挑后面这个 这一半 不挑前面的不挑离我们近的 就是挑后面这一半的辫子 前面这一半的在这留着 然后这一整圈都是挑后面的一半 我们现在我们绕线勾出来 还是勾长针 我们绕线 退掉前两个线圈 然后再绕线 退掉后两个线圈 现在呢我们一针长针就勾好了 勾好之后拿出我们的记号扣 把它扣在这个刚刚勾好的这个辫子针上 这个就是第一针长针的第一针 然后扣好之后我们开始往后面勾 我们绕线在下一个辫子里 记得每一个都挑的后半针 勾长针 针法大家都已经记住了 然后我就不再多讲了 然后再绕线 在下一个针目里面 勾长针 绕线 好下一针里 我们可以在这一针里 再勾一个长针 勾好之后 然后我们绕线 在第四 第五针 第六针 这里可以做一个减针 就是斜后根的减针 我们挑 一半的辫子 然后绕线勾出来 然后再绕线勾出来 勾出来 现在我们是勾了 这个是勾了一半没有合并 然后呢我们绕线不合并 然后在下一个针目里面 穿针进去 绕线带出来 然后再绕线 退掉前两个线圈 好现在勾好了两个未完成的长针 一二 勾针上现在有三个线圈 然后我们绕线 勾针一次性脱过这三个线圈 我们现在就是勾好了一个减针 然后后面呢我们都是不加不减的勾短针 记得挑的是后半个辫子针 然后我们一直往下勾到鞋头 第一圈鞋头是不减针的 勾到我们勾一圈之后到倒数第五针 第六针的时候再来减一针 我们就一直这样往下勾 一针对应一针的勾 看一下 这个这里留的半个辫子就留在这里 它就是比较好看的 看一下这一个有一个痕迹在这里 这就是另一种勾法 然后呢我们一直这样勾 勾到这个倒数第五针 第六针的位置再说 我们就这样从这里开始勾 一直勾 勾着一圈勾到这个地方 然后在下个视频再来给大家讲 拜拜 谢谢大家